花莲阿美族各部落移立信的祭典陆续登场 县长徐真伟也特别参加了 封冰箱进谱部落移立信的牵手之夜 由于这是部落年季仪式当中 部落青年男女交流情谊的时机 因此少了祭祀的严肃气氛 部落族人在场中央升起了巨大的萤火 邀请现场观赏的游客 一起来牵手共舞现场的气氛相当的热烈 敬普阿美族部落移立信进入敬老尊贤艳客 部落各年龄阶层绕着会场传唱歌谣歌声嘹亮 宣告族人前来共复盛会的同时 也吸引了路过的游客民众驻足欣赏 不过相较于前两天部落严肃神圣的移立信 引领祭祖祭典第三天的宴客 主要广邀各同盟部落以及各单位机关 共同参与部落庆典 因此全场气氛就显得较为轻松 包括了立委郑天才 县长许真卫以及多位议员 封兵所会首长代表等 都到场共襄盛举 每一次来到我们部落都像回家一样 我们花莲县都会一直的进步 最重要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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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部落的文化 我们要好好的传承 以及尊重 我们一起来遵守 我们一起努力 除了敬老尊贤 宴客仪式 引领祭第三天也是牵手之夜 为部落年纪 第一次中部落青年男女交流情谊之时 部落族人就特别在场中央 升起了巨大引火 邀请现场观赏的游客民众 一起牵手共舞 而县长许真卫 也特别和部落族人牵手同乐 记者时遇兰 封兵采访报道